Hello大家好 很多留美身份到期的小伙伴 有时候并不需要工作 就是想合法留在美国 会问我社区大学和D1CVD学校应该怎么选 我觉得这个其实需要case by case的分析 如果单纯只是想待在美国 社区大学或许比较适合你 因为学费比较便宜 以Santa Monica College为例 外中学生学费一年只要9000美金 有的学校学费可能更便宜 最便宜我印象中好像有学校只要4000美金一年 但是如果你已经拿到了一个本科或研究生学位 并且之后打算长期留美 那社区大学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身份上的困扰 之后你申请H&B或者绿卡 移民局很有可能会质疑你 为什么读了本科或者研究生之后 返回去还要读一个level更低的社区大学 读一个associate degree 可能会需要被RFE 再者说很多D1CVD学校的学费 相比于社区大学也没有贵多少 以创意为例 一年学费只要8000美金左右 经常被抱怨学贵贵的 Westcliff西亚大学和Harrisburg哈里斯堡大学 实际的研究生学费 一年也只需要11000到15000 另外科业对比上 其实我感觉社区大学应该科业量更大一些 不仅是因为社区大学属于undergraduate level fulltime国际学生 必须选购9学分三门课 而D1CVD大学大部分都是graduate level 只需要选购6学分两门课 更重要的是 社区大学需要学生每周到校多次on-site上课 而D1CVD学校大部分都是hyber的形式 一学期只需要到校一次 还是很灵活方便的 D1CVD学校的其他优势 还有可以帮你拿到一个新的研究生学位 充实简历 项目期间也可以申请到CPT 进行专业相关的实习和工作等等 那这就是关于社区大学和CPT的一个简要对比啦 你怎么看呢 欢迎和我在评论区里交流 关于学校的申请也欢迎和我私信 那我们下次见啦 记得给我点赞收藏哦 拜拜